比如说年轻 健康 谈快乐 友谊 金钱 谈性感等等 这是名医推荐吸烟族放心的香烟 哎 等一等 倒带回去一下 我刚才有说过年轻与健康吗 好的 我答应过 不再用这套来烦你的 那我们一个个来谈好了 这可不是什么年轻健康的产品 许多年轻人都知道香烟会致癌 他们会说得癌症的是成年人 我抽一阵子又不会致癌 但致癌由不得你等上三十年 光是二手烟就会产生空气传染 比如说气喘 支气管炎 肺炎 含肺气肿等等 说不完的还有很多 你知不知道叫烟草的孩子 有一半会染上口腔出癌吗 如果不是烟草在作怪 我诊所生意不会这么忙 很多青少年就是因为抽烟而致癌 这是LMM绿嘴香烟 家装的绿嘴完全遵照医生指示 为了让抽烟时会有兴奋感 烟草公司就在香烟中添加化学成分 就算把烟放在一旁也能不断地燃烧 事实上烟草中的化学成分还真是害人听闻呢 抽起来清凉洁净 像呼吸新鲜空气一样 那么当你抽烟时 身体里面会吸进什么呢 想一想你吸进去的这些好东西 例如一氧化碳 也就是汽车排气管所排出的气体 甲醛是用来保存尸体的化学药剂 氢化物是杀人毒气室所使用的毒气 甲烯是用来制造脏脑丸的其中一项成分 还有生酸盐又是另外一种有毒物质 别忘了还有具放射性成分的补 该摄取的健康性维他命与矿物质都没有 你所获得的只是致命性金属 例如拱签铜心铝和致癌的化学成分 接下来呢就是尼古丁 尼古丁就是香烟中会让人上瘾的成分 它也被拿来制作杀虫器 如果你把一包香烟中的尼古丁成分 全部都注射进去 你就会敲辫子 但抽烟是慢慢一口一口的吸进去 你就会终身上瘾了 如果不是因为尼古丁使人上瘾 只要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抽烟 科学家已经检验出 抽烟会产生四千种以上的化学物质 它绝对不是安全的天然有机产品 美妙的事情发生了 当你改抽菲利普摩里斯时 你会觉得更快活吗 那你快乐吗 你是说我抽菲利普摩里斯会更快活 对 你会感觉 抽烟真的会让你快乐吗 研究显示 沮丧与自卑的人更容易抽烟 我看你不怎么快乐吗 你看要让一个人保持快乐是多么的容易 为什么不买一包菲利普摩里斯给你的丈夫呢 真是聪明之举 抽烟会让你认识很多朋友吗 也许雨天溜到大楼外抽烟时 会有其他的人与你相伴 但是交朋友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法 即使在中学里面 尹君子的交往对象也只是少数几个人而已 烟草公司使用财富象征的图片 暗示抽烟就是有钱人 尤其是雪茄公司 你必须认清一项事实 如果你每天抽一包烟 一年就浪费掉一千块美金 如果十二岁时开始 把这笔钱投资到共同资金 而不去向烟草业孝敬 等你到五十五岁时 就存下了二十五万美金 而不是剩下四分之一的费 还有现生活的影响 我们还没谈到这一点 烟草公司的广告 暗示抽烟和嚼烟草 会让你看起来更性感的 事实上 抽烟是降低性功能的东西 不但使你带来一身的臭烟味 使你牙齿变黄 使你皮肤造成皱纹 而且吸烟是造成男人性能力不足的第二个原因 吸烟会造成动脉阻塞 我是说 你全身的动脉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你就得向性生活说再见了 对于抽烟的男人来说 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因此你必须明白 烟草公司卖给你的是谎言而不是香烟 他们在公开场合怎么讲 在思想又怎么说呢 你们是否发誓所做的供词都是真话 一切所说句句实言 我们发誓 请注意 你们已经发过誓了 我不认为尼古丁会让人上瘾 我相信尼古丁不会让人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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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相信尼古丁不会让人上瘾 然而烟草公司私下里来往的文件 所透露的信息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例如很少消费者能认清尼古丁的影响 他有成瘾的信质 他是有毒的 尼古丁是香烟中让人上瘾的成分 少了尼古丁就没有人抽烟 从最近控告烟草业案件